白花花的千元大钞打造出的前程 不只有工作人员现场看管 还出动监视器监控 但浮夸的不止这个 旁边的渔船超夸张 贴上一千片鱼翅 跟一千两百片的鱿鱼 还有宛如变成小型生态池 龙虾乌龟都来了 跟放上整只鳄鱼毫不马虎 这全都是真的 另外一头拿起手机拍牙拍 今年用上千斤的猪 打造超大神猪 台南七股龙山宫 魁为四十七年迎来 清教大典 主会手札重金耗资千万 将各种奢华浮夸的贡品 统统端上桌 比赛一开始 四名男子奋力向上爬 高达八点七公尺的强孤棚 孙姓男子不到二十一秒 就成功登顶开心的挥舞旗帜 这场宗教社会 涌入超过十万人参与 阔别四十七年再次举办 传统大典也引来不少民众 共襄盛举 华视新闻是一块 游以华刘汉生 台南报导 哈喽我是易景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